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5月31日礼拜一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林建峰 昨天引述了他一些商界朋友的谷针建议 有婚姻介绍公司提出 要为那些已经打了疫苗的人士 提供婚姻配对套票 为他们安排见面撤合姻缘 第二宗消息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港座教授林大庆 昨天提到 说香港的疫苗接种率低 香港人应该感到羞耻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 究竟商界谷针的怪招是怎样了 林建峰昨天宣称 说他的商界朋友近日向他提出了 很多具有创意的谷针方式 到底有没有创意呢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就认为 那些谷针奇招是够了无厘头咎的 好了 林建峰就说 疫情是整个社会的事 总不能够时事都要求政府出钱 政府不出钱 唯有就把波抛了去商界那里 他说近日很多商界朋友 都主动提出了优惠 他就乐见信和和华智提供住宅单位 供抽奖的用途 希望很快有第二第三层楼 他又鼓励市民要接种疫苗 而且就不要用贪字来形容市民的行动 他说香港人反应很快的 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期望疫情尽快过去 有罪恢复对外人员的往来 林建峰就说不要用贪字来形容市民的行动 实际上那些人无非是被利友去登记打针 看到有楼抽 有奖抽他去打针 这些不是贪心是什么呢? 贪心没问题的 贪心不是罪过来的 当然我要公道地说 不是每一个市民去登记打针 都是为了抽你那层楼 或者抽那些奖品 不过你不能排除有些人 他真的被这些友因吸引去打针 那些摆明就是贪心 不贪心你才觉得是震惊 提供这么多友因都没人贪心 你提供来干什么? 你不是白做吗? 所以用贪心去形容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形容? 我真的不理解了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能说了 连形容词都说不好用 等于林郑说不是谷针一样 不是谷针一样 HK01现在都用谷针这个字 全港媒体都用谷针这个字 为什么不是呢? 真是 我说回林建峰 他说市民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的看法认为 不应该将打不打针 和正不正确这两个东西 联系起来 打针不一定是正确 不打针的那些 也不一定是不正确 不要这样混为一谈 不要这样作出一个价值判断 始终来说 有部分人事实上身体 是不允许他去打针的 那么他起不时 是没有办法做一些正确的事 因为你认为 打针就是正确的事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来说 我们一定要顾及 社会最多数人的感受 更何况就是 现在根本上不打针的人 是占了七八成的嘛 那你起不时说那七八成的人 全部都错了 我觉得不要这样说 既然你也想鼓励市民去打针的时候 你就循循善友 用一个诚恳的态度 为什么要做这些价值判断 是无谓的 你说得好像不打针的人 是错的 你说这些说话出来的时候 究竟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是责怪那些不打针的人? 市民一定是受软不受硬的 你说这些话其实是无补于事的 我认为 因为你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谷针的嘛 你当然是贵地弃株那的 外国也是这样的 你看看 这个俄亥俄州 这个加州 人家是官办的抽奖 是抽现金奖 是一百万美元 你计算就是 七百八十几万港元 我认为人家的搞得更好 特区政府林郑就说 如果由政府提供诱因 可能更多人骂 未必的,你提供多点钱就可以了 派钱啊,笨 你现在就这样说 抽一两层楼 大把人都抽不到 我当你那个抽奖是公平的 你只是抽一个这么大把而已 为什么不是一打针 就没人派一万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谷到针 如果政府不做 就叫商界去付钱 你就找商界扔心口 我认为没问题的 我不打而已 有可能打的 那就应付别人 好了 林健峰就说 香港总商会 就从很多方面来到去思考方法 希望抽奖活动可以令 全香港多些人去参与 例如说 把活动分成几个阶段 每两个星期抽一次等等 你每几个星期抽一次都没所谓 你要那些奖品够多的那些人中奖才行 不要这么孤寒 他说 奖品就是和市民 医食住行有关的东西 他又透露有商界朋友提出 为已接种疫苗的单身男女提供婚姻配对 投票 让大家留个资料见面 他说相信 往后这些巨有创意的 优惠计划 陆续有来的 他说这一个 专业的婚姻配对公司 向他提出建议 以抽奖的形式 向已接种疫苗的人士 提供免费的 婚姻咨询 或者是指定次数的 单对单约回复 没有 或者是相关的优惠 他还说暂时是初步建议而已 详情是有待落实 其实来到21世纪的20年代 还要搞这些商体 我自己觉得很老土 现在的比方说 年轻一点的男女 用Apps来去约会 或者通过网络的平台去约会 要不要约会出来呢? 约会出来的 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单身男女 怕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些东西 我纯粹觉得 这些套票 吸引力有多大呢? 为何不现兜兜抽现金奖? 我也不明白 不如你集役成球吧 叫商界 大地产商每人捐几个亿 其他大型企业又捐 那个美心 这么多分店 你叫他捐逐个 担心口叫他捐就可以了 捐到你有一个彩池出来 那就抽奖了 这个我反而觉得更吸引 你折演比较好 搞什么套票呢? 我也不理解 在社会上有多少人有这个需求呢? 我不知道 你要搞抽奖也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你要抽一些实际的东西才行 抽完不等的东西 或者大部分人都不合用的东西 你吸引到多少人呢? 接着我们看看另一单消息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 港座教授林大庆就说 为了鼓励更多市民去接种疫苗 他建议特区政府可以效法部分的西方国家 容许已经接种疫苗的市民 在室外较低风险的地方 无需配戴口罩 我认为 这个建议不是说不好 只不过 如果你说是不戴口罩的 就不要只是局限那些 已经打了针的市民 要戴就一起戴 要除就一起除 不要再在社会上搞特权阶级了 我真的很反对 你说那些市民打了针之后 就会受到疫苗保护 但是许树昌教授所说的 大家还言犹在意 他都说得明白 打了针以后就不代表 市民真的完全不会中招 只不过 就是将中招的情况 一旦他真的中了之后 病征会降到最低、最轻微 变重症的机会降低 死亡率是会降低 这件事 我想大家都认同 无论打不打针的人 问题就是 不代表那个人是不会中的 只不过可能他没有发出来 可能变成无症状 好了 如果那个人打了针之后 他中了 这个病毒 但是他没有病发 他无症状 他有没有机会继续传播出去呢 你那些科学家出来说 你那些专家出来说 有没有这个机会 你出来说了 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还是没有 很简单的 你打完针之后 如果你仍然是有机会传播出去的 为什么你有个特权 不戴口罩呢 我不理解了 如果你说要脱 大家一起脱 这是很公道的 你说不脱 大家都不要脱 不好 有些人就可以脱 有些人就被迫要戴 我认为是不公道的 这个林大庆还说 已经接种疫苗的人 由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都较低 就不应该跟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 受到相同的限制 这些接种了疫苗的人 应该享有更多的自由 他就认为这些措施是有助提升疫苗接种率 我就很反对 很反感的 美国有些共和党执政的州 正正就是要破除这种歧视 因为社会上不仅仅打针一种声音 有些人我都说过几百次了 他身体上是不能允许他去打针的 那那些人你顾不顾呢 是不是可能他三高 肥胖 吸烟 或者医生认为他不适合去打针 或者他长期病患控制得不好 有几十种原因 你一定要顾及那些人的感受 还有的就是 美国有些红州 连这个疫苗护照也是禁止了 但别人就是不想利用 究竟一个人有没有打过针 这个状态 来判别他应不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 或者他应不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 这个才是真正追求平等和公义 你为什么要在社会上 制作这些不必要的矛盾呢 为什么有些人打了针 他就能够享受更多的特权呢 为什么不打针的就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呢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林大庆还说 由于未打针的市民 对自己和他人都有风险 因此要求他们按防疫规定 继续配戴口罩 因此他就不认为 放宽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的相关限制 是涉及任何歧视的问题 我不同意 这个说法 林大庆赞成 以任何合法方式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因为这是对世界有利的公益行为 以尽快达致群体免疫 他又说香港的疫苗接种率 只有大约两成 是全世界接种率最低的地方之一 但是 香港接种疫苗就很方便的 林大庆就认为 香港人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为未能够贡献香港 以至全世界的群体免疫 我就完全不同意你林大庆这个说法 谷针失败究竟是市民应该感到羞耻 还是政府应该感到羞耻呢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是有充足的疫苗 而市民是不愿意去打疫苗呢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是香港的 真的很难举到有另一个例子 因为很多地方 他也是很渴求打疫苗的 最好笑的是 我看到有些海外的离岸蓝丝 整天不断批评香港人 他们的地方是一针难求 想登记想打也打不到 但是香港人有针就不去打 但是香港人真是哲罗扑街陷家产 我说这些就是吃屎狗来的 喂 你有没有可能这样去批评人 你有什么这么凉薄呢 人家作了什么的决定 你要尊重人家的自由意志 每一个地方的情况是不同的 比如说香港这样 那个的确诊数字又低 然后有些市民就担心这个副作用 有些人就特意 政府叫他打针他就不打针 政府喊得大声一点 他就越抗拒 什么人都有 喂 就是基于不信任 所以怎能够怪香港人呢 这个林大庆也是离谱的 说香港人应该感到羞恥 有什么羞恥呢 喂 你只是说蓝丝的数量 都不止现在打针那两成人 是不是呀 蓝丝事实上是不止那么少人 起码有两百多三百万人 你上次投票 你再算比例就知道了 是不是呀 你有数据算的嘛 那为什么建制派 为什么特区政府连动员那群蓝丝 也是不成功呢 蓝丝肯定没有打针的 我当然了 我不是说现在打针的都是蓝丝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有些打针的可能都是黄丝 基于工作需要 基于他个人对于病毒 担心等等 什么原因都有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当你计算了现在打针的人 全部都是蓝丝 都没打齐了 为什么你动员不了那些人呢 黄丝也没什么好说 你说黄丝叫他他不听 蓝丝叫他不听 为什么你的动员是不成功呢 就是说有些蓝丝也不相信你 是不是呀 那谁应该感到羞恥呢 所以不要说这些说话 更何况就是 林大庆 你也是想要市民打针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强调 你要跪地弃朱哪 你说到自己是多厉害 多么专家 多么强也好 现在是你有求于市民 不是市民有求于你 你还可以这样恶屎能登 还在这里说人这样那样 说人应该感到羞恥的 你究竟是在这里帮政府倒米 还是在这里帮政府呢 请问 更何况就是 市民有诉求向政府提出的时候 都不会说有求必应 黄大仙吗 是不是呀 你有求于市民 你还可以说这么多这些 良博 不合听的话 那些人怎么会听你呢 是不是呀 所以我真的很不明白 你要谷针 你要鼓励那些市民接种疫苗 麻烦就好声好气 不懂得说话的那些 就收爹 接下来 是不是呀 那时候你在这里说什么 说道理呀 接种疫苗是世界大势 那些人是不听的 不听的 不听的 不听那怎么办 所以你的商界就是要 提供很多这些怪招 去谷针 有些又要送楼 那不是怎样的 你想达到这个 群体免疫 你要做到这个目标 就需要市民去配合 那你怎样会说一些说话 来刺激市民的情绪呢 是离了大谱 真是去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